日前水利匠公佑市長基盤40年的老頌皮沒有幾多年 再度換去水利鄉親對水利過期燒台北形成歷史的記憶 公佑市長在青蟲團體配合下也正是向南島鄉親 沒有在水利燒台北施記的記錄領上並且買基盤展覽 讓鄉親中文童年寬話歷史 過去水利燒台北施代有一本球叫做天龍球 原來就是現在的民族球 順海當時是創造水利燒台北的關鍵真無記憶 僅很多人不知道他生了什麼 民族的菜市以及民生老鄉 某某都是真的有驚訝 證明了水利燒台北的繁華過去 那時候當時是我們地方民營代表說的是 要愛這個就是一個球的民情 所以我就改天龍球 天龍球之後改水利球 水利球之後改民族球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的古樓 現在讓它很濕的度 走到旁邊就是一條 剛才我說的就是火車頭 現在還要走起來就是火車頭 這個人就是這樣經營來 所以以前的我們穿腳 人家說穿腳是穿腳 所以我們水利以前的人穿到水利白白 民間太激烈了 大以前我講小台北小台北 但我看到這條路之後 其實民生路 你才知道原來以前民生路那麼熱鬧 然後小時候我爸來水裡開店的時候 就開在民生路上 然後那時候民生路真的就是24小時都非常熱鬧 然後老爸都是晚上12點才開始賣的 以前水利香港有市場 幾百四十年的老相批沒有一外島 實在就喚起水利鄉親對著過去 燒台北形成歷史的基地 因此水利香港有市場在親從團體配合 也正是來香港大的南部鄉親 沒有在水利燒台北四季的紀錄壓頌 那我們在執行的過程呢 發現不論是在訪談的過程 或是說收集老照片的過程 發現到說原來水利的小台北的這個 以前的繁華的景象 可能是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來透過鄉民 或是說手邊有資料的民眾們 來提供給我們來把這些照片 永久的保存下來 所以以前是小台北大使會講 但如果說我們透過這一次的鄉民 跟村長這樣聊完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轉譯成文字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說 水利的演變是怎麼由來的 我覺得這次 我會透過這段村的村長 幫我們講解那麼多水利小台北以前的故事 真的非常感謝村長 這番單位很感謝中央傳統林金龍的協助 率先提出賓國六十年基盤造作詞的紀錄切 裡面豐富的商品跟文字記錄 對著這次募集資理所台北歷史領想 是最好的開始 也是很大的幫助 博業場中也有保存民國五六十年代 水利小台北四代贏上的鄉親 都能夠擁有來提供 記者的節目差不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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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